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首次在中国举行这一系列演习 以联合反恐与维护海上安全军事行动为课题 区分陆上方向 海上方向 组织分队联合训练 联合指挥演练和反恐反海道士兵演练 旨在增强参演各方城市反恐及海上反恐反海道行动能力 进一步的深化军事互信和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采演兵力以南部战区为主州区 而其他各方所派出部分的陆战分队 以及水面舰艇参演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到美国旧金山出席 亚太金合组织APAC财政部长会议 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希望透过和不同经济体的双臂会谈 为未来合作建立更好基础 陈茂波也指出会到访当地企业 介绍香港的强企业强人才等措施 以出发前往美国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 此行到旧金山出席亚太金合组织APAC财政部长会议 以及在特区行政长官的委派下出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讨论内容包括可持续的未来建设创新的环境 以及为所有人实现平等和包容的未来等 陈茂波指过去几年环球地缘政治升温 利息高企和一些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依然不明朗等因素 令企业顾虑经济前景投资态度审慎 他期望本次行程能够与各经济体的政商领袖 介绍香港在金融和创新科技发展等方面的新机遇 同时更多了解不同经济体的发展情况和策略 以及全球经济的变化和展望 他又指会通过与不同经济体的双边会谈扩大朋友圈 也会到访当地企业并与工商界人士会面 介绍香港的优良营商环境 抢企业 抢人才等措施 以及越港澳大湾区和整个内地的商机和潜力 鼓励他们来港发展业务和寻找合作伙伴 陈茂波又提到上周在港举行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 环球资金管理者均表示市场资金仍然充裕 但面对的挑战是在复杂多变的震惊环境下 寻找投资回报较好的地区和项目 陈茂波又指他们对这一次峰会评价很好 让与会者对内地经济情况更为了解 就内房和地方政府债务等澄清了疑问 增强了他们对内地和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 陈茂波预告两星期后 香港会举办国际结算银行BIS高级别会议 12月初沙特阿拉伯的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FII 也会在香港举办首次Priority亚洲峰会 强调要全力发挥好香港的国际化优势 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 发挥独特的桥梁和平台作用 富凰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由南光集团联合商务部外貌发展区 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 即恒情世界湾区论坛将会在12月中旬以一会展两地的方式 在珠海恒情和澳门举办 将于下个月13到14号 在珠海恒情举办的第二届恒情世界湾区论坛 以共创繁荣、湾区开放合作与世界经济复苏为主题 而12月15到17号在澳门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 围绕与人们美好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等领域设有多个展区 就在这个月澳门特区政府发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2024至2028年 办好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 即恒情世界湾区论坛 是明确写入这个1加4产业规划的重点 西澳门南光作为这个高品货的主办单位之一 同时我们也是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的会展单位 我们感到备受服务深感责任重大 对于南光集团正在澳门举办的汽车、游艇、公务、航空展 澳门贸出局主席于宇生形容是澳门的一张名片 今年也有很多新元素新成果 有些新的公司的成立的仪式 也都其实有举行到这个新车主的交车仪式 即是本地的车主 就买了车在车钱里面进行一些交车仪式 另外也都是有央企的高层领导 是因为这次的活动来到澳门 而进一步了解到我们澳门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的机遇 希望在他们未来这些大型企业的产业的发展里面 或者是业务部署里面能够更好地 去结合到我们澳门平台这方面的作用和优势 澳门会展业正在复苏 妙出局希望明年的会展项目 可以从今年的1000项增加至1500项 从而回到1000前的水平 方寒卫视从会起阿门报答 中国公安部在室后发布 经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侦察发现 明雪称 明国平 明菊兰 明珍珍市 缅北国感自治区 涉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决定对这四人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公安部通告指 当前缅北涉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性事严峻 社会危害严重 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经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侦察发现 明雪昌 明国平 明居兰 明珍珍 是明北国感自治区 涉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以明雪昌为首的犯罪集团 长期组组开设诈骗窝点 公开武装狐诈 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诈骗数额巨大 在公安机关严打高压态势下 人不收敛 不收手 继续大肆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涉嫌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暴力犯罪 情节恶劣 后果严重 现已查明 明雪昌 明郭平 明居兰 明真真四人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充分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 决定对其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公安机关端促四名犯罪嫌疑人 任清刑事 主动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并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举报 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 对提供有效线索和协助抓捕的有工人员 公安机关将给予10至50万元人民币奖励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神州17号陈佐进入太空已过半个月的时间 与历次太空出差相比 本次陈佐有着一项重大浅 难度系数很高的任务 就是太空出舱维修 这将会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进行 舱外试验性维修作业 本次神州17号陈佐的三位航天员 唐宏波 唐盛杰 江新林都是航天驾驶员 同时采取相互备份的模式 这一配置主要是为了中国空间站建设以来最为重要 也是最为危险的任务 太空出舱维修 由于空间碎片日益增多 长期运行航天器受到空间微小颗粒的撞击在所难免 因此空间站太阳翼已出现轻微损伤 为此神州17号航天员乘组将通过出舱活动 进行舱外试验性维修 这次任务主要面对两个问题 首先就是高能粒子和太阳对人体的辐射 有可能损害体内细胞 其次是太空垃圾的影响 一旦航天员在执行任务时遭到了太空垃圾的撞击 无论大小都有可能受伤 除此之外 神州17号航天员还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平台管理常规工作 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 以及科普教育等活动 冯红卫视综合报道 湖北襄阳剑桥医院 包括院长在内多人 日前遭到了举报称 有涉嫌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等问题 襄阳市12号发布了通报纸 已经对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另外有4名嫌犯被刑事拘留 据通报 目前叶某之等6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检察机关批捕 而相关的侦查工作都还在加紧进行 此前一名志愿者在6号发布的消息称 他在经过了一年多暗访发现 剑桥医院院长 叶某之勾结多地中介团伙 利用社交平台非法的贩卖出生医学证明 疫苗接种本 而当地的公安部门接获报案之后 就立马接入调查 襄阳市也成立了工作专班 开展问题调查 案件侦办以及追责问责等工作 目前涉事医院妇产科已经停业诊顿 感谢您的收看 下集还有更多消息 敬请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